伙伴们,我们在弹崽岛出生,弹崽岛的风景非常非常好看 太美了 好多人说弹崽岛非常非常和谐 伙伴们,其实在弹崽岛里隐藏着一个特别特别恐怖的弹子 伙伴们,如果你们想知道那个最恐怖的弹子是谁 给这个视频点个赞,谢谢 谁啊 我来告诉你啊 你们知道弹崽岛最恐怖的弹子是谁吗 伙伴们,今天我在弹崽岛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弹子 吓得我三天三夜不敢睡觉 如果你们也好奇他是谁 伙伴们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我来告诉你他是谁啊 小伙伴们,弹崽岛所有的弹子 他们都是站在地上的 没有一个人会飞 你们看我面前的这个黄弹 他是站在地上的 我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弹 崽崽熊 伙伴们,他也是永远地站在了地上 今天我告诉你们的就是一个飞在空中的弹 太诡异了 伙伴们,我们在地上站着 我们蹦一下,会短暂的 离开地面 可是我们又会降落下来啊 今天我告诉你们 那个恐怖的弹子 它是永远飞在空中 在弹崽岛有很多功能啊 其中有一个叫相机功能 相机功能我们可以随便在弹崽岛里拍照 想拍哪里拍哪里 并且相机可以让我们进入任何我们进不去的地方 禁闭也可以 今天我用相机看到了潮流弹 本来我准备给潮流弹拍张照片 我看到了潮流弹后面有个商店 它上面写的是休息钟 由于一时好奇 伙伴们 我进入了这个商店 我发现了最恐怖的一幕 潮流弹后面的这个营业员 竟然永远地飞在空中 伙伴们啊 你们是不是觉得很恐怖呀 卧槽 弹子应该不可能飞在空中才对 所有的弹子都在地上行走 为什么它可以飞在空中 这太恐怖了